我想大家应该都比较简单 这个成绩怎么样 大于等于60 那当然就是合格 反之呢就是不合格 不过呢这个地方当然没有这么简单 我们等一下要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就是ABCDE的话 这地方该怎么做 那一样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做完之后按确定 就有合格不合格 不过呢请各位想想看 后面当然还有什么VBA 比如说我这边要需要一个VBA 请你帮我怎么样 做一个按钮按下去 自动完成 再来一个什么 自定函数 刚刚才讲过 自定函数 如果我今天需要 因为毕竟if的函数 其实还是相较比较复杂一点点 有没有一个函数更简单 按下去 不要一个成绩函数 按下去自动帮你给一个出声歌就好 它自动帮你把合格不合格带出来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先想想看 那做完之后 在这个地方 G栏的地方 再插入一个一栏 这边的话 改成什么 假设我的逻辑是多重的 所谓多重就是说 80分以上 请你给我一个A 60分以上 应该是C 这个是D 那这个是B 你要怎么做 这个我想它不是只有一个 True或False 它可能还有其他的选项 那怎么做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画面先画给各位 接下来的话 反正就是按钮 那前面有做过按钮 按下去对 自动就输出 那再一个清除 自动就清除 那差别在哪里 其实主要就是说 前面 第一个 将来如果你要写个按钮 反正不外乎几个固定的公式 第一个是FOR FOR I 就是第几列 到底几列 OK 所以这边的话 假设我们是第二列到第七列 所以那个程序应该是 第一个你要先插入一个SUB 那个SUB的名称也需要乘七 然后呢 FOR I等于二到七 然后里面要做什么呢 输出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要输出到Sales的H栏 所以Sales 刮胡I 然后豆点就H 这个地方 那输出什么呢 所以如果照那个逻辑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写完就类似这样的 当然第一个你要记住 如果你新开一个新的档案的话 模组里面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地方你要自己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成绩的话呢 插入一个程序 有没有 那这个程序的话 里面就放哪些东西呢 先把这个回圈写出来 那那个逻辑判断先不写 假设这样子 OK 应该可以看懂吧 反正输出到H 那不过你会发现 如果我现在执行的话 全部都合格 不对啊 怎么全部都合格 那总不可能再把它改成不合格 全部都也不对啊 所以如果说将来你的资料里面 会有可能有两种以上的输出条件的话 这个时候呢 你就需要用逻辑判断 如果两重就两种 那多重呢 就是有多种 那顾名师 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写法特别注意 所以将来 我想做来做去 以后的VBA程式 不外乎一定会有Fall 为什么 因为有范围嘛 那当然这个I 目前只有列向下 如果以后写更多 还有向右的 为什么还有蓝 那不就一个试算表的范围了吗 OK 那慢慢来 那再来的话呢 不外乎就判断 判断你抓到的资料里面 如果哪一个资料里面 是什么状态 你就给不同的输出结果 那不同的输出结果 可能是合格不合格了 那我们来怎么来做呢 你一般我的习惯是 直接在Fall这样 Enter一下 那加一个Tab Tab意思就是说 向右缩牌 那怎么判断 其实基本上就是if 写法的话呢 if什么呢 直接看这边 这个栏位 不不跟这一样 应该是这个栏位 一栏里面的资料 那同一个列嘛 所以就是Sales 刮胡I 豆点E 你去帮我抓一栏里面的资料 如果它大于等于60的话 空一格 记得打个Zen 它的结果一定是if 什么逻辑 空一个Zen Enter两下 打一个Else Else就反之了 再Enter两下 Enter一符 这个是基本架构 如果你是双重的话 一定会有这些东西 OK 你少一个都不行 那接下来做什么呢 把这个搬到合格的地方 按个Table 把这个呢 再复制一个到下面 按Ctrl键 Ctrl是复制的意思 然后按Table键 这边加一个什么 布就好了 所以这边的话呢 多一个布 OK 我们的if的逻辑 在VBA里面呢 就完成了 这个是为True的情况下 输出这个 那如果为False 就是不是60分 就是小于60分的话 那就输出这个 OK 应该懂那个逻辑吧 所以以后的话呢 基本上 在VBA里面呢 一定都会有这种逻辑判断 那写的方法 记得哦 不外乎就是一定是什么 有一个if开头 然后这边有个Zen else andif 固定的哦 OK 好 那我们把这个地方输出看看 来输出 OK 各位可以看到 结果的话 就符合我们要的预期结果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多一个 那另外的话 清除我想很简单吧 把这个范围 再多输出一个空置串 就清除掉了 OK 好 这里的话呢 我想各位试试看 把画面一切换给各位一下 OK